HELLO 大家好 今天要來分享的是一個很實用的打稿技巧 無論你今天要畫的是風景或是動物等各式主題 只要你有參考圖片 這個方式其實都還蠻實用的 而且對我們初學的朋友來說也非常好上手 它的操作方式非常簡單 假設我們今天已經有一張圖 我們決定用它來當作我們畫畫的主題 那我們可以先用印表機把這張圖片給印下來 然後呢在畫面中畫上格子 就如同我們這次示範的操作 接下來我們再拿一樣大小的紙 再畫上一樣大小的格子 完成後會講這樣 當然如果你今天沒有想要畫那麼大 你也可以把格子等筆的縮小 在白紙上打好格子之後 再開始起稿 在格子的輔助之下 讓我們可以輕易的掌握我們所要畫的景物的位置 首先我們可以用鉛筆 先把圖像與格子的交接處在紙上給點出來 比如說這個建築物下面合體的高度 我們先在格子的交接處先把每一個高度 先稍微給做個標示 最後呢我們再用線條把這些點給連結起來 當然你可能也會碰到一個狀況 就是你想畫的那個東西跟格子的邊框 並沒有任何的交疊 但是因為我們的格子它其實也不是很大 所以你可以稍微的去掌握它的位置 比如說是在格子下半部的二分之一 靠左或靠右等等的 簡單的抓出物品的位置就可以了 等到未來你掌握畫面的技巧越來越熟悉 或許你會慢慢的把格子的數量減少 或是甚至你就再也不需要格子了 但是格子這個方法其實還是非常的實用 推薦給大家 希望今天的影片有幫助到你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請幫我們按讚、訂閱或分享給更多需要的人 如果你有想要推薦給我們不同的打稿方式 也歡迎你在下面留言跟大家一起做分享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你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